大统木陶氏的招募动画来了 哎呦我得妈呀 现在活鹰手游忍者的招募动画是一个比一个长啊 陶氏也是个狠人啊 开头就把金是嘎嘣脆的给吃了 变身之后的形态非常的狂野 就连轮回眼上都冻满了金啊 然后二话不说 对着二柱子和名人就是一顿输出 这大统木陶氏都出了 博人转的二柱子和名人还会远吗 这俩人要上线我估计是妥妥的高招S人啊 这里大统木陶氏展示这个镰刀 在游戏里面是有所体现的 就是吸收无数性之后可以激活的子技能 是一段突进斩机 后续他召唤这个木盾有点意思啊 这个头我看着怎么变得像猫啊 而且他对着九尾也咬过去 他说他像柱间的木盾一样拥有压制九尾的效果 不过看结果显然不行啊 随后陶氏变成了一个熔岩巨人 这个形态在游戏里面做成了他的大招 然后后面比较有意思啊 博人直接请他吃大的元气弹 大统木陶氏当然也不能坐以待毙 搞了一个大小差不多的尾兽玉 这个尾兽玉在游戏里面也有所体现 是他的异能还能和二技能组合释放 我记得以前的招募动画 都是显示这个人家的高光时刻 多一秒被打都不会显示 但是从忍战凝刺开始 似乎把他们的死写进来也不是这么难的 不过还是感觉陶氏相对于博人 有点像九尾对于名人啊 又不过 三月的天然